伍佳偉 ... 各位傳媒朋友 今早 清晨 大約五點鐘 在駛向機場的公路上 發生了一宗嚴重的交通而外 是涉及立行車警 soul 造成嚴重的傷亡 我們感到是非常難過 在這裏就向死者的家屬 致意深切的慰問 希望傷者也能夠早日康復 現在我們得適從醫管局最新的情況 在這次嚴重的交通意外裏面 有五位人士是不幸死亡的 三位是在職場死亡 兩位是送到醫院 這五位人士裏面是包括的士司機 最新的樓院的情況是八個人樓院 一位是危桌 應該是旅遊巴的司機 另外七位是穩定 二十四位其他的乘客 先後入了院後已經出院 這次由於涉及的傷亡人數 都是眾多 所以醫管局分流到四個醫院 來為傷者治療 包括馬家列醫院 仁濟醫院 明愛醫院 以及伊利沙伯醫院 我在早上大概六點鐘 知道這件事 都感到非常傷心 所以在我們今早的組會上 已經是要求有關的局 要盡快來處理這件事 也都是有三位局長 已經在早上去到醫院探望傷者 包括勞福局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他們先後都去到馬家列醫院 我知道陳泛局長 其後也去了伊利沙伯醫院 由於報道中 旅遊巴上的乘客 是去機場上班 涉及一間航空公司 所以我們也接觸了國泰航空公司的高層 德式並不是所有旅遊巴的乘客 都是他的員工 他告訴我們 大概有一半 十八位是國泰不同職系的員工 其中是兩位不幸死亡的 國泰航空公司告訴我們 他已經是接觸家屬 提供即時的援助 由於這件事 也會引來很多他們的同事 員工之間的傷痛 所以社會福利署 也都會提供一些災後 情緒困擾 我們的心理藥輔導的工作 所以無論是受影響的公司 的員工 一般的市民 或者是傷者 他是經過這件事之後 感覺到情緒好不穩定 是需要有專業的服務 也請他和我們有關的部門接觸 我們稍後也會公佈一些電話號碼 方便他們可以向社會福利署 尋求情緒方面的支援 至於仍然留在醫院的這八位人士 醫院管理局一定會為他們提供最適心的照顧 正如我所說 希望能夠盡快康復 請問河西山 您請問我們有關於公司的事件 整個案 有關於公司的經驗 公司的警察 最終局會提供更多的事件 H thrived the government to suggest what sort of remedial measures that we should take. But as you will recall, we did have this sort of serious incidents from time to time, and every time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it very seriously, whether we need to have independent inquiry as in the case of very serious incidents, or very detailed investigation,or coroner's court. 我們有一個很善意的系統 政府會做任何要求 作為這些研究 前日設立時,司機都已經做了整十個工作 懷疑是因為過龍影之之外 你覺得是不是反映了這些非天明 巴士公司和司機都有公示過程的問題 正如我剛才所說 現在那件事仍在調查中 所以不應該這麼早下一個決定 說由於是甚麼原因 引致了這件嚴重的交通意外的發生 但我可以重申 特區政府對於每一件嚴重的事故 都是很認真、很嚴肅地去處理 我們在經過調查之後 如果有一定的結論 如果也知道要改善、加強現有的規管的工作 我們一定會提出所需要做的改善的工作 但目前來說 難以立即作出這個判斷 多謝大家